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2月14号 今天是情人节 首先祝各位观众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也是整个家庭亲情关系的节日 今天要慎赞一个小女孩 她作为女儿对父亲的报答 是坚持社会的公益 坚持言论自由 坚持为人权民主发声 这个女孩子就是现在比囚禁在中国的 异议人士桂敏海的女儿安德拉 安德拉昨天写了一个博文 居然导致瑞典的一个高官 马上就要比解职 她的命运可能就类似加拿大驻华大使 麦加莱的命用 这个高官就是瑞典驻华大使林丹安 安娜 安娜这个人跟麦加莱一样 现在是白皮红心 完全受共产党的收买 指使替共产党做事 她不知道她是哪国的大使了 所以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让我们深深的思考 为什么这些官员在自己的本国好好的 但是一到中国去做大使了 过几年甚至很短的时间 人心就变坏了 白皮白心变成白皮红心 完全替中国政府做事 这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昨天 就是桂敏海的女儿 安娜发了一篇博文 这个博文里写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上个月的中旬的时候 安娜她收到瑞典驻华大使安娜的电话 说一月底到斯德格尔摩 两个人见面 还有中国的官媒员见面 谈她父亲的案子 所以当时安娜就非常高兴的答应了 然后一月二十四号 她在斯德格尔摩见到了两个中国的商人 还有这个安娜 就是瑞典驻中国的大使 他们四个人进行了好多二十天的聊天 聊天的主题居然就是 叫桂敏海的女儿安娜 再不要谈她父亲的案子 不要再说话了 然后她的父亲有可能比判刑 很快就会被释放 条件就是她不要说话 而且当时这两个中国商人 对她进行未必利诱的时候 她还求助于这个安娜 就是瑞典驻中国的大使 但是呢 这个安娜就口气很硬 她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你可以做 你也可以不做 前面还加了一个骂人的话 就是说你可以做 你可以拉倒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非常强硬的 实际上是一种威胁性的口吻 你就看到这样一个丹麦驻中国的大使 她说的话 现在完全变成代表中国政府在说话 在威胁这个小女孩 你可以做你可以不做 反正有后果你可以尝到 所以就是威胁她 不要说话 所以呢 她就是将来觉得非常的气愤 也奇怪 当时表面上答应了一下 赶快从三个人的未必利诱中出来了 出来之后 昨天她发了一个博文 这个博文就说 她绝对不会答应这个条件 无论她的父亲释放 或者是中国政府答应给她签证 或者随便有什么承诺 她也不会以这个噤声不发言来换取 她还要坚持说她父亲的这个案子 尤其是让她非常震惊的是 她从斯德格尔摩回到学校 然后给瑞典的外交部打电话的时候 这个外交部呢 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 而且外交部根本也不知道 瑞典驻中国的大使 已经回到斯德格尔摩 根本不知道她在斯德格尔摩 所以就是说 这个瑞典驻中国的大使安娜 她完全是自己私自 从北京飞到斯德格尔摩 配合中国政府一块 给桂敏海的女儿施压的 所以她完全是一个私自的行动 不仅是私自的 而且是替中国政府办的一个 中国政府的公务活动 所以你这个瑞典的驻中国大使 完全变成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这个性质相当的恶劣 比那个麦加莱更恶劣 所以说她这种白皮红心 已经完全堕落为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这种人不仅应该把她马上解职 应该马上把她给抓起来 所以最新的消息 这个安娜已经被召回了 而且拜了一个新的特使 赶快替她点那个岗位 所以说这次又抓出了一个 白皮红心的一个代理人 从这个事情上 我们一方面看到这个 桂敏海的这个女儿 真的还不错 一个政治犯的家属 有这样的女儿 要给她点赞 就是说她要坚持要发声 坚持言论自由 因为她毕竟安德兰娜 从小就生活在海外 她知道这些普世的价值 言论自由的口味 你不能以这个给我签证 来利用我放弃这个权力 也不能以威逼 你就是让那个瑞典 中国大使说的 如果你在说话的话 那中国政府会惩罚瑞典 所以你就不能说话 所以她是以这样一种巨大的口气 来威胁她 但是这种威胁呢 在这个小女孩前面 也没有起作用 所以这个小女孩是真正的 能够维护她父亲的重严 坚守普世价值的一个女儿 桂敏海的案子 大家是非常清楚的 那是在2015年的时候 铜龙湾书店比查封 比中国政府呢 因为她出了大量的政治类的书籍 尤其是听说是 有关习近平的一些书籍出版 把那个店员呢 很多都是从香港直接绑架了中国 桂敏海也是在泰国 在她的一个海边北墅啊 比几个人给绑架走的 绑架走之后呢 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 她在中国比释放 从宁波啊 居家的地方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不久呢 她和瑞典大使馆的一些人呢 一块坐这个动车 从上海打算去北京看病 但是在半路上却被中国的几个警察 当着瑞典使馆的面啊 把她给抓走 那抓走到现在呢 已经没有任何的英雄 听说Diaz抓走的原因是呢 就是她准备要潜逃防害 公安的这个执行公务 她跟大使馆私自联系嘛 等等这个原因 所以呢 这个Diaz抓走之后呢 杳无音信 她的女儿也是到处写文章啊 到处呼吁啊 这个作为女儿的话 大家都应该知道 她舅父亲的心情 而且共产党这样做 完全是非法的 她对这个桂敏海啊 进行非法的审判 还把她好多年前的 一个车祸也拉进来 而且让她在电视上认罪 所以这个事情 也掀起一个轩然的大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她的女儿呢 发出的这个呼吁是非常有价值的 但是中国政府呢 非常的恼恨 要求她这个晋升 所以这个女儿呢 不但不晋升 而且呢 她在这个博文里面 揭露了很多的 中国的这两个商人呢 对她未必利诱 各方面的情况 给揭示了出来 尤其揭示了 这个瑞典驻中国大使 她的这样一种丑陋的面目 她甚至说 就是说 如果你不说话 闺民还是放出来 我会在瑞典的电视上 我会讲这个瑞典和中国 这种美好的关系 而且呢 去年呢 中国的几个游客 在瑞典的饭店前面 大闹之后 瑞典的媒体啊 批评那些中国的游客 为这个事情呢 我们还要表示道歉 就是对不起那几个中国游客 你就看到她呢 完全是这个变了调 所以她这个小女孩 把这些丑陋揭示出来 让全世界也感到非常的震惊 那我们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 这些驻华大使 怎么纷纷便捷了 虽然他们的罪行一下 给抓起来了 但是她毕竟这个便捷 有一段时间 干了很多的 对他们自己所在的国家 所代表的国家 不利的事情的 原因我想啊 就是因为这些政府的官员 其实在西方社会呢 地位并不高 他就是一般的公务员 钱也不多 没什么钱 地位也不高 但是大家要知道 在中国你做官的 尤其是你这个外交部门的官员 那过的生活是相当的奢华的 所以说当他们这些 过得非常清廉的 没受过什么诱惑的 在西方社会 过得非常单纯生活的 这些公务员 到达中国的时候 他们往往成为 中国的间谍部门的猎物 或者是成为 中国外交部门的 浮毁的对象 那他们浮毁的办法很多啊 刚才我说的 就他们没有什么 好的享受 但是把他们 中国有外交部门请到哪一个会所 这个好吃好喝各种的享受 人的肉体是软弱的 一到那些场所 一次两次多几次 那你整个人就给俘虏了 无论是男的女的都是这个样子 像麦加莱这个人呢 加拿大那个大使 他对中国很长时间 尤其他的女儿老婆 都是华人 所以说对他来说 搞得那个陷阱里太容易了 那是加拿大驻华大使 那这个瑞典这个大使是女的 男的一般用色来 诱惑他下圈套 那女的呢 给他更多的物质 更多的一些亲情帮助 给他的亲戚朋友啊 他的一些 很多的重要的关系 很多的好处 那很快 他也觉得 这个中国这个国家不错 先觉得这个国家不错 这个人不错 然后一步一步的就给拉下水 所以从这个瑞典 驻中国大使啊 他在这个安德拉这个博物里揭示的 他这些丑陋面目来看 这个女大使完全的被拉下水了 完全的成为中国政府的代理人了 完全的替中国政府说话了 可见中国政府啊 他现在做的这种 把反间谍吧 把这个外国的这些公务员 驻华大使馆的成员啊 拉下水的工作是何等的成功啊 把一个大使都拉下水 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都发生过 美国大使馆的成员 加拿大还有各国领事馆的成员 比中国政府啊 招纳为间谍的事情 那直接大使比拉下水啊 现在实际上已经不少见了 从这个加拿大驻华大使 还有目前的这个瑞典驻华大使 他们的言行当中 不要也不能说他们直接 已经成为中国的间谍了 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呢 已经完全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上 听中国政府说话 他不知道他是哪个国家的大使啊 大使就是代表那个政府来说话的 他和中国政府的两个商人 或者是特工呢 联合给那个施压的时候 他完全是替中国政府在做事 完全是践踏言论自由 人权民主这些普世的这个价值的 而且以中国政府要惩罚瑞典呢 来威胁这个小女孩 所以他做的这个事情呢 很多的这个缺德的地方 所以从这件事情上 我们首先看到中国呢 对整个西方国家的外交领域的这种渗透 对驻华大使 驻华大使馆的成员的这样一种色游 利游各方面的这种渗透统战的工作啊 一定要大家小心 麦加莱是一个 那么现在这个安娜又是一个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再一个呢 从这个事情上我们也看到了 贵敏海他的女儿真的是不错啊 坚持普世价值啊 在这个父亲的这种亲情和普世价值当中呢 他都能做好平衡啊 坚持这个道义 还不是一些 混乱头的非理性的一些人做的这个事情啊 所以在这个情人节啊 为这个女孩子来点赞 好 这个事情评论到此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